在我跟柳如烟的婚礼上 以前高中的校霸 也是柳如烟的前男友梁飞来抢婚 你知道吗 昨晚他还跟我打了个婚前纪念炮 梁飞迎笑着对我说 我忍无可忍 拿起旁边的酒瓶子就给梁飞抱了头 骑在她的身上要杀了她 这时候 我后心一凉 再一看血漫白色礼服 然后 我听见了柳如烟在我身后哭着说 对不起 高秋 我还是放不下她 为了救梁飞 她被刺了我 怀着满腔的怨恨 我倒在血泊当中 下一秒 我重生了 我叫高秋 我爸爸是个杀人犯 他是个普通工人 对我跟妈妈都很好 但爱喝酒 在我五岁时 他在外面跟人喝酒 与林州的一伙人产生了口角 一怒之下把人杀了 祸刑十五年 没过三年 就在监狱里病死了 去监狱看医体的时候 我妈妈哭着对我说 这就是冲动的代价 她一时冲动 毁了别人 也毁了我们母子俩一辈子 所以 我从小就学会了谨小慎微 在小学一年级的时候 有坏小孩欺负我 我也不敢还手 因为我知道 如果我还手了 虽然是她不对在心 但我仍然会被妈妈严厉地教训 你忘了 你爸是怎么毁了这个家的 凡事要忍 久而久之 我变得谨小慎微 一心把精力全用在读书上 家里的条件并不好 妈妈一个人在外面摆摊烤串养活我 童年的生活过得很枯燥 每天除了做题 就是上各种补课班 妈妈怕我玩得心野了 长大了跟爸爸一样 爱跟人斗殴 最后毁了自己的人生 你好好读书 以后让所有人都高看我们母子俩一眼 这是妈妈常对我说的话 而柳如烟 算是我在这枯燥的人生中 透进来的一缕阳光 我跟柳如烟小时候是邻居 他家也是普通的工人家庭 但他长得很有书眷气 有些江南美女的味道 因为我爸生前是柳如烟父亲的工友 所以两家经常走动 从小 我就喜欢柳如烟 虽然我什么都没有 但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内 我都会把最好的给他 我会把自己的午餐钱省下来 给他买玩偶 会帮他复习功课 帮他做职日 他一闹脾气 我马上就会认错道歉 把他当成公主一样宠着 以后走个亲家吧 柳如烟的爸有一次在餐桌上喝多了 对我妈这么说 我妈却说 孩子还小 等以后上个名牌大学 出人头地 要不如烟跟他也是窝囊一辈子 听到这番话 柳如烟害羞地低下了头 而我则暗暗发誓 我一定出人头地 给柳如烟一个完美的未来 小学 初中 我们都是在一个学校 临终考前 我帮他补了三个月的课 最后 他也跟我考上了同一所重点高中 只不过不在一个半 那时候 我时常畅想 如果柳如烟有一天 为我穿上洁白的嫁衣 那会是我一生最幸福的时刻 但很可惜 天不从人愿 命运的齿轮 在高二时开始了全新的走向 我们学校转来一个借读生 叫梁飞 他长得很英俊 有一种盛气凌人的劲 也从不穿校服 而是一身牛仔服 还烫了发 据说 他母亲是个商人 继父是个区里的领导 因为是重组家庭 所以对他更是放养 让他的性格越发嚣张跋扈 梁飞之前是在其他学校读书 但由于把人打成重伤 被开除了 辗转来到了我们这 才来第一天 就开始打架斗殴 但由于他家有钱有势 校长也要让他三分 他被分到了柳如烟的班级 在我们班隔壁 一开始我听说这个人 只想着是个嚣张的官二代 没往心里去 只要不影响到 我就可以了 但没想到 大概一周以后 他竟然开始找我的茶 我在操场的时候 有三个他们班的小混混 一下把我扑倒 然后梁飞就过来 一脸奸笑地说 你就是我们年纪第一啊 听说你很红啊 我十分愤怒 想要反抗 但脑海里想起 妈妈多年来的叮嘱人 于是我强颜欢笑地说 我不红 我还要上课呢 你们别瞎闹 谁知道 梁飞不但没有收敛 反而哈哈大笑 不红 那我给你加点火 说着拿出一支保温杯 里面装了满满的热水 拧开盖子就往我身上倒 当时正好是夏天 我穿着短袖 皮肤被烫得全红了 我几乎疼得要喊出声来 但看到梁飞一伙人 狂喜的表情 像是看准了自己的猎物 要发出惨叫声音 我咬住了自己的舌头 不发一言 而是用眼神狠狠地盯着它 挺能忍啊 不疼 我抑制着自己的愤怒 不疼 不要闹了 那叫声飞鸽听听 我又想起身反抗 但想到爸爸当年的下场 我强喘粗气 飞鸽 哈哈 好 那今天放过你了 说吧 带着他三个马仔离开了 走的时候还在说 看来这小子挺能忍啊 不会是假之吧 哈哈哈哈 我起身以后 飞快地去水房洗脸 洗胳膊 冷水浇到身体上 有一种快意的感觉 也令我更加的清醒 我对着镜子里的自己说 这种小流氓 风光不了多久呢 忍 一定不能辜负妈妈跟如烟 但没想到 过了几天 梁飞又来找我的麻烦 这天是午休 我在学校门口的小饭店吃饭 他和那三个马仔看到我 招呼我过去 让我把校服托给他 我清楚 这又是在戏弄我 他自己都从不穿校服 也不怎么上课 飞哥 别玩了 一会儿有领导检查 那天是市长来学校视察 还会有电视台来拍摄采访 所以学校要求我们全体穿校服 市长算个屁 我爸也经常跟他吃饭 就是个老古董 我再问你一遍 你拖不拖 你不拖 我现在就打你 以后见你一次 打你一次 面对这种无理的要求 我的心疯狂地跳动 我看到一旁 吃串剩下的铁签子 就想拿起来 刺刺这个王八蛋 但我刚要动手 却想到 我妈也是每天早上 四点就起床 用这些铁签子 穿鸡翅 鲜膜 菜卷 然后去吃个摊子卖 而这一切 都是为了我的学费 也都是为了我以后的前程 我深吸了一口气 好 我拖 梁飞抽着烟哈哈大笑 对旁边三个马仔说 我就说 这小子挺有意思 明明耸得要命 但还总慢半拍 咋得做思想斗争呢 我脱了校服 低着头回了学校 果不其然 一会儿市长来检查 到各个教室巡视的时候 就我一个人 穿着一个背心儿 十分扎眼 我挨了老师一顿臭骂 幸好我成绩好 所以老师只是批评了我几句 没对我进行处分 当时 我不知道梁飞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就因为我学习好吗 学习好也没罪啊 再说了 他都不怎么上学 成绩好还是成绩差 对他有什么意义呢 但后来我明白了 他是为了柳如烟 有天晚上 正赶上柳如烟做侄日 我放学以后 就去了他班里 帮他一起干活 等离开的时候 校园里已经没有几个人了 突然 有三个人拦住了我们 就是梁飞那三个马仔 三个人一唱一和 哎呦 这不是年级第一 跟我们搬搬花吗 怎么这么晚才走 是不是在班级里干坏事呢 我看向 别说 这小子看着老实 还是个色批 我们搬花这小胸脯 一看就久经沙场了 我也想检查检查 哈哈哈哈 放你娘的屁 我实在忍不住了 大骂这三个人 为了生活我可以忍 但侮辱如烟就不行 可是双拳难敌六手 这三个人 都是打惯了架的流氓 我对付一个都很勉强 没两下 我就被打倒了 其中一个胖子 还用脚踩在我的脸上 我发出了怒吼 我操你们三个王八蛋的亲骂 但刚才我被围毂了一顿 全身都钻心的疼痛 根本挣脱不开 而如烟在一旁 也非常害怕 哎哟 骂人 年级第一还骂人啊 我听人说 能考第一的都是正经人 是 正经的孩子 都不能是自己轻生的 三人又调笑起来 这样吧 你学狗叫 我就放过你 踩着我的胖子 边笑边说 滚 我眼睛血红地瞪着他们 现在如果手上有把刀 我真的想杀人 要不我就去摸摸斑花的胸脯 我摸胸能算命 给他看看姻缘 说着 他做出了要摸如烟的动作 吓得如烟连连后退 却被另外两人拉住 动弹不得 我不能让他们欺负如烟 万念俱灰之下 我认命了 是不是我学狗叫 你们就放过如烟 是啊 你叫吧 我流出泪来 汪 刚叫一声 就听到梁飞的声音 从另一边传来 你们三个在那干他妈什么呢 说着跑了过来 一人给了一个脑勺 三人看到了梁飞 表现出很害怕的神色 飞哥 我们就是跟他俩闹着玩 闹闹闹 有他妈你们仨 这么闹着玩的吗 我说了多少回 打架行 欺负女生不行 人柳如烟 还是我们一个般的 兔子还不吃窝边草呢 说吧 梁飞还点了一根烟 冷冷地伸出一根手指 依次指向三人 再让我发现一次 我废了你们仨 是是是 还不快滚 听了梁飞的话 三人飞快地跑了 说吧 梁飞拉了我一把 对不起啊兄弟 我们之前有点误会 所以这三个杂种 自以为是 冒犯你了 我狠狠地瞪着他 我知道 这一切都是他安排的 而他又转过去 跟柳如烟道歉 真是不好意思 以后他们不会再欺负你了 都是一个班的 我虽然不怎么上课 但同学我肯定给面子 有啥事儿你就找我 柳如烟那那地点了一下头 我气血上涌 就想伸出拳头去打他 但一抬手 发现全身都胀痛 梁飞看出了我的动作 马上说 兄弟 你这就不对了 这事儿跟我没关系 是他们三个 自己瞎搞出来的 这样吧 哪天我请你们吃饭 我愿意跟读书人交朋友 说吧 对我跟柳如烟 摆了摆手 以后再说 我有个酒局 我不顾自己的伤痛 连忙问柳如烟怎么样 有没有被吓到 柳如烟则盯着盯着我的脸看 你的脸上有斜印 我赶紧拿校服的袖子去擦 然后对柳如烟说 我们快走吧 别在这逗留 这几个王八蛋没有好下场 包括那个梁飞 柳如烟没有说话 但还是跟我一起走了 我察觉到他的表情 有些异样 可是却没有勇气 问他是为什么 因为我知道 无论我有什么样的 无奈跟理由 在一个最爱的女人面前 被人逼着学狗叫 那一声汪 都是极大的尊严崩塌 哪怕脸上的血印 可以洗掉 但这一声 可能我一声 都洗刷不掉 这之后 柳如烟跟我看似 还是出双入对 可是双方却有了一件分歧 他开始对我说一些 梁飞的好话 还说中午出去吃饭 有几个校外的小混混 骚扰他 被梁飞带人打跑了 觉得梁飞虽然不爱学习 但讲义气 有排场 可能并不是我们想的那么坏 听到这里 我的确有些愤怒 如烟怎么能这样 识人不明呢 上次就是他找人 做的一场戏 这次也是一样 这种社会的败类 你还觉得没那么坏 怎么能这样 识人不明呢 但说完这句话 我突然觉得语气太重了 的确 是我自己的无能于忍让 才让如烟受了委屈 我不该发脾气 于是我马上道歉 对柳如烟说 你看他狐朋狗有一大堆 其实是因为他后爹 有钱有势 我答应你 如烟 我一定好好读书 做不了官二代付二代 我一定做个官一代付一代 带你住豪宅 开好车 环游世界 柳如烟看了看我 好像有些犹疑 但最后还是点了点头 但没想到的是 最后柳如烟 还是跟梁飞在一起了 因为旧房拆迁 我跟柳如烟的家 不再是邻居 所以柳如烟 晚上都是自己回家 有段时间 他放学总是推托做职日 让我早点回去 我起初没多想 但有一天 我同学刘波 去来告诉我 柳如烟的事 你知道了没 刘波 是我在学校最好的朋友 也是我的同桌 虽然成绩不好 但人很讲义气 什么事 我一头雾水 你还不知道啊 刘波一时有点愁疚 我以为是柳如烟 发生了什么意外 马上追问 刘波想了想 还是说 他今天跟梁飞 在走廊拥吻 被德育处老师发现了 刚才还被批了一顿 我大惊失色 完全不敢相信 这是真的 但下一秒 我的心却死了 因为我听到校园广播站 传来了广播 是梁飞的声音 我是梁飞 以后高二五班的柳如烟 就是我梁飞的女人 谁敢欺负她 谁就是跟我过不去 我发了疯一样 直接往广播站冲了过去 却发现梁飞搂着柳如烟 还清了她的脸颊 你们两个 我十分愤怒 上去就要打梁飞 梁飞身边的几个马仔 把我拦下 我大骂 梁飞 你个王八蛋 你这样搞坏如烟的名誉 以后她还怎么上学 梁飞哈哈一笑 搂住了柳如烟 由我保护她 她上学上的更安心 你就是个无赖 流氓 你一定有报应 我大声地骂道 梁飞听我这么骂她 面色也变了 冷笑一声 你他妈以为自己是个什么东西 我爸是副局长 你爸是什么 如烟告诉我了 你爸是杀人犯 我没想到 如烟连我心里 最屈辱的一件事 都对梁飞说了 我顿时觉得怒火更热 不知道哪来的力气 竟然挣脱了三个人 一拳打在了梁飞的鼻子上 梁飞的鼻子 一下就出血了 没想到我竟然这么刚 勃然大怒 你他妈敢打我 操你妈的 一旁的马仔说 飞哥 把他带出学校 腿给他废了 正在这时 柳如烟帮梁 梁飞擦了鼻血 说 不要这样好吗 怎么说 高丘也是我的发小 以前很照顾我的 呵呵 发小 很照顾他 我不知道该伤他的气 怪他有眼无珠 找了个心机深重 又不学无数的渣男 还是该谢谢他 替我挡灾 梁飞倒是很会 洪流如烟开心 马上说 你说的话 我都往心里去 放了他吧 高丘 以后别热我 说吧 把如烟帮他擦鼻血的纸巾 扔在了我脸上 搂着如烟 带着几个马仔走了 我木讷地站在广播站门口 喃喃自语 为什么会这样 如烟为什么会喜欢 这样一个畜生 这之后 柳如烟的确受到了特别保护 不止学生里 没有敢欺负他的 甚至连一个老师批评他 功课做得不认真 当天放学 就被几个社会 闲散流氓给打了 是谁指使的 不问可知 据说 梁飞的母亲来学校帮他善后 直接给钱撕了 那的老师也碍于梁飞的继父 在区里有不少关系 所以只能忍气吞声 以后再也不敢说柳如烟了 柳如烟开始染头发 又开始逃学 吸烟 我有几次远远见到 都不敢相信 眼前这个社会小妹 曾是我心中文静 秀气的小公主 而我 只能埋在旧书堆里 化悲愤为学习的动力 不断刷题 我坚信 梁飞这样的人 以后一定会有报应 而我应该过得比他好得多 没想到的是 到了高三 柳如烟重新回到了我的身边 有一天晚上 柳如烟鼻青脸肿地过来找我 说 她怀孕了 我一时争住 其实这件事也不稀奇 但她一脸的伤 是从哪来的呢 柳如烟说 梁飞在热情消退后 对她很不好 最近她怀孕了 想找梁飞商量 却发现 她在跟其他女人开房 一气之下 骂了梁飞几句 结果就被梁飞打了一顿 我对此又觉得可怜 又觉得可恨 你难道不知道 当初那些骚扰你的人 都是她找来的吗 这么简单的伎俩 你为什么看不懂 为什么当初 还要跟她在一起 柳如烟流出了眼泪 我知道 但当初 我可能是有点 四个哥尔摩综合症 我总以为 这样一个人 会为我收心 会保护我 说着 她自言自语 你不要理我了 我自生自灭吧 说吧 她就要转身离开 看到她的背影 我竟然没出息地 开始心软 抢到她身边 搂住了她 谁没错过呢 我也不能保证 自己一辈子不犯错 只要你能认清 她的真面目 我愿意跟你一起努力 把这个阴影 彻底折过去 我带她去打胎 承诺会给她的人生兜底 还像以前那样带她 她终于恢复了往日的笑颜 这之后 我开始给柳如烟补习 虽然是林振摩枪 但她好歹也考了个三本大学 而我则上了985 毕业后进了一家大厂 努力工作 996拼命干 不到三年时间 就做到了公司的中层 年薪八十万 我还贷款 在市中心买了套大房子 买了一辆车 过上了中产的生活 嫁给我 让我照顾你一辈子 当我觉得 自己已经可以给柳如烟 幸福了以后 我下定决心 买了一枚钻戒 对柳如烟 做出了最诚挚庄重的求婚 看她惊讶于喜悦的表情 有那么一瞬间 我觉得梁飞这个人 已经在我的人生经历里 彻底被抹去了 第二天 我就跟柳如烟登记 然后顺利与她 步入婚姻的殿堂 婚礼当天 我的心情五味杂陈 因为对那段 屈辱的高中生涯 耿耿于怀 除了刘伯做了伴郎 我没找任何高中的同学 参加这个婚礼 但没想到的是 还是有一位高中同学 来到了婚礼现场 梁飞 就在主持人问 柳如烟女士 您愿意嫁给高丘先生 成为她一辈子的伴侣 为她生儿育女 共享苦乐吗 那时候 梁飞突然冲进了会场 她不愿意 在场的人 包括我母亲 以及柳如烟的父母 双方的亲友 都震惊了 我在台上眼里 像是要喷出火来 梁飞这个王八蛋 都过了十年 她竟然又出现在 我的人生里 还没等其他人反应过来 我已经跳下了舞台 直接跟她撕打起来 这一次 我没有留守 没有两下 就给她打得鼻血横飞 因为这些年 我一直坚持运动 健身 所以体格还可以 而梁飞看来像是 被酒色掏空了身体 所以竟然不是我的对手 这时候 身边有人来劝架 梁飞借机会站起身来 凑到我耳边说了一句 知道我为什么来吗 我两年前就跟她联系上了 当炮友 昨晚她还跟我 打了个婚前纪念炮 说要好好地跟你过日子了 但我今天突然觉得 舍不得扔了 梁飞 我操你妈 我丧失了一切理智 甚至不想去追究这件事 到底是真是假 直接把她按在了身下 拿起旁边一个酒瓶子 就往她的头上猛击 一下 两下 三下 我狠狠地打了三下 看着梁飞的额头出了血 但还是一脸嘲讽地望着我 我要用尽全力在打 但此时 突然后心一凉 继而钻心地疼痛 回过头来 看到了一脸惊慌的柳如烟 手上拿着一把刀 婚纱上沾了血 我的血 梁飞说的是真的 她为了梁飞 可以杀了我 对不起 我还是舍不得她 我突然不愤怒了 因为我觉得呼吸有点困难 我反而笑了 摇晃了两下 我张开嘴 不知道想说什么 但最后还是没说出来 然后就倒下了 我死了 我死了 死了都没闭上眼睛 我人生里第一次的彻底宣泄 最终仍以窝囊告终 我的灵魂在空中飘荡 看到婚礼现场一片狼藉 我妈哭昏了过去 柳如烟的父母也惊慌失措 不一会儿 警察到了现场 确认了我已经死亡 但经过现场鉴定 由于我有杀人动机跟行为 所以柳如烟被刺我 属于正当防卫 虽然他帮的是外人 但现场的监控显示 梁飞的确当时要被我打死了 所以柳如烟是出于见义勇为 情急之下才捅了我一刀 而且一刀致死 不属于防卫过当范畴 可以说本意是好的 只是我自己不争气 执行歪了 这时候 我觉得自己飘在云端 眼前突然出现了一面镜子 镜子里是另一个我 虽然跟我长得一模一样 但气质却非常轻挑 而且眼神里力气也很深 像是有解不开的愿毒与愁绪 我问你是谁 镜中人 我就是你啊 你为什么会是我 我是被你压抑了二十年的 另外一个人格 从你小学时第一次被打 选择忍气吞声 我就存在你的体内了 这些年 我看够了你的傻事 我的傻事 是啊 你觉得凡事要忍 要从长远考虑 要为了未来而忍 要为了你心爱的女人而忍 要为了你的亲人而忍 最后的结果呢 我无话可说 镜中的我发出了刺耳的笑声 哈哈哈哈 让我告诉你答案 你三样都没做到首先 你死了 肯定是没有未来了 其次 你心爱的女人是个婊子 给了你一刀 去跟梁妃双宿双飞了 对了 你们之前已经登记 大概率你的房子 还得给梁妃分一杯羹 最后 你的亲人呢 你看到你妈哭成什么样子了吗 她昏倒了 可能会中风 可能会心梗 我实在忍受不了了 大声制止她 你闭嘴 但她还是笑了笑 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 你会选择怎么做 我没说话 而是盯着镜子里的那个我 逐渐的 我觉得我与她融为了一体 她的表情 似乎成了我的表情 而她的愿毒 也变成了我的愿毒 那面镜子消失了 但耳边 仍然是她的声音 重来一次吧 别再给我丢脸 我感觉耳朵嗡嗡作响 眼前一片漆黑 再睁开眼 我重生了 而眼前的场景 正是我第一次在操场 遇到梁妃的时候 一股剧痛传到我的手臂 梁妃正在用热水烫我 笑着问我 叫不叫飞哥 我忍着剧痛 冷冷地看着她 眼神仿佛要杀死她一样 藏着无尽的恨意 梁妃不是个傻子 她很敏锐地感知到了我的情绪 但没有停手 而是试图吓我 我冷漠地说 别逼我 梁妃身边的跟班笑道 逼你了 你能咋的 逼我 杀人了 我发出杀猪一样的尖叫 声音几乎贯穿了整个操场 虽然学生们都很害怕梁妃 没有路见不平的胆子 但看热闹的胆子 自古却都很大 没有半分钟 操场的人就群围到这里来了 我继续打滚喊 不要再拿热水烫我了 我疼啊 声音尖利得好像 要刺穿他人的耳膜 梁妃也算个资深小混混 但真没看到过 我这么不要脸的人 意识有点懵了 我都没继续倒了 你疼你妈呢 我说 那我也疼 我不行了 我要窒息了 入 说吧就要抠嗓子呕吐 一旁的跟班 怕我吐他一身 连忙劝 飞哥 这小子好像是个智障 我们先撤吧 这人太多了 一会儿闹得不好看 梁妃狠狠地踢了我一脚 你他妈等着 都看什么看 滚 我心里冷笑 这就是小混混的拙劣之处 校园霸凌之所以能成事 有一部分原因 就是被霸凌者也觉得屈辱 不敢跟人提及 也不敢公之于众 被欺负的都觉得丢脸 某种程度上 就像是在替霸凌者遮掩 那欺负你的 当然往死里欺负你 然后 我完全不顾旁人的眼光 镜子去水房清洗 手臂烫得红肿 但我这次没有任何屈辱感 因为我已经想好了 这一辈子怎么活 我盯着手臂 喃喃自语 这个伤 我一定十倍还给你 晚上 柳如烟对我表示了慰问 并且问我为什么 要惹到梁飞 我笑了 说 流氓避都避不开 我只是运气不好而已 再说了 他家有钱有势 我小老百姓 斗不过 只能豁出脸了 不过这话 我说的倒是真心的 因为梁飞家里 的确有权有钱 而我家 就是个普通家庭 想收拾梁飞 得做好两件事 第一件 让我自己变得有钱起来 第二件 让梁飞家变得没钱 或者没权 先从第一件事做起 我很感谢老天 给我这次重生的机会 尤其是这个时间段很好 2011年 因为这一年 虚拟币刚刚兴起 大概一美元一枚 作为一个后世金融投资的爱好者 我清晰地记得 在明年 它的价值将会暴涨起码500倍 我知道我妈给我存了一些金首饰 都是她留着给未来儿媳妇的 藏在家里的书架后面 我直接找出来打开了 发现里面有金镯子 还有金耳环 金项链 不是很大 但盛在都是金的 且样式齐全 想到这里 我不由得觉得 妈妈虽然一直以错误的方式教育我 但对我也是真好 还想着给未来儿媳妇搞这些首饰 我看着这个首饰盒 笑了 妈 这些都是你留给未来媳妇的三金 这次我得把你未来媳妇给弄死 这些存性 就当是你给未来媳妇的薄金了 我找了个金店 把这些按分量卖了 一共卖了五万块钱 然后 偷了我妈的身份证 开了一个虚拟币账户 全投在了上面 到2013年 这些虚拟币可以翻五百倍 我将有两千五百万 我突然觉得轻松 我想 这也是我重生的目的吧 把我多年来被压抑的人格 一次全给补回来 把我应该体验的美好 全都体验一遍 当然 现在只是起步阶段 所以我也没啥可玩的 唯一的改变 就是开始跟刘伯一起逃课上网 因为卷学习这件事 对我来说已经不再是执念了 我也不是自暴自弃 而是学会合理优化自己的时间 学习还能比我玩还重要 真荒谬 我仔细想过 我上辈子从没在学生时代 去过网吧 因为觉得有负罪感 那会儿 我一旦懈怠 脑子里就会出现 我妈声泪俱下的控诉 说我对不起他这么多年的栽培 也对不起他辛辛苦苦在外面考穿 但上一辈子 我已经凭本事证明 好好学习 娶了老婆 结果就是连命都保不住 已经是彻底对不起他了 我还能怎么更对不起他呢 刘伯当然不知道 我这么复杂的内心活动 而是很惊讶于我的改变 不只是跟他上网 甚至每次网费跟饮料 都是我直接掏钱 这对于穷学生来说 是不大正常的 尤其我以前是出了名的精打细算 连午餐都不敢点大份的 但这次因为不用再考虑 给柳如烟买任何礼物了 当然也就会宽裕起来 高秋 你为啥突然对我这么好 因为你哭了 我一边打游戏 一边漫不经心地回答 我清楚地记得 那天我被柳如烟刺死 我妈已经晕了过去 只剩下刘伯抱着我的尸体 仰天痛哭 人有幸知道自己死了以后 谁在意你 这也是个难得的经历 当然 这话刘伯完全听不明白 以前吧 感觉你像个书呆子 那现在呢 像神经病 神神叨叨的 说话完全没逻辑 我哈哈一笑 以后有我一口吃的 就有你一口 你最适合的职业是保镖 以后别总浪费时间 在座题上了 在从网吧临走时 我竟然看到了梁飞 在那坐着打CF 梁飞今天没带小弟 看我跟刘伯两个人 以为我是要报复 你干什么 他皱了皱眉 我看得出 他有点心虚 但想装得强势一点 但我没有动手 而是坐在他座位的边缘 搂着他说 小弟 我不管你在外面 是飞哥还是飞爷 在我面前老实点 你以为你能吓得住我 我告诉你 我学习比你强 脑子比你聪明 连女朋友 都比你那些太美漂亮 省省吧 梁飞从没受过这样的羞辱 听到就要打我 但我料地先机 加上有位置优势 反手就给他按在了键盘上 我兜里有刀 但我今天不想找事 以后老实点做人 否则以后我见你一次 打你一次 梁飞看到我突然这么狠 加上他今天 的确是自己出来上网 而我跟刘伯二打一 哪怕没有刀 似乎也没什么胜算 所以没敢说话 只是狠狠地瞪着我 我没理他 起身走了 说 你是不是在外面 认识了什么黑社会啊 没有啊 那你妈是不是突然发财了 要让你出国留学啊 也不是 刘伯大惊 那你他妈的还敢惹梁飞 我看你是真有病 我耸了耸肩 不以为然 我就是要让他 以最残忍的方式 报复我了 果然 第二天 我在帮柳如烟 值日的时候 梁飞就开始 估计重施 还是原来的配方 还是原来的味道 只不过 他比以前更早用这招 这也正合我意 上来 还是三个马仔 过来袭击我 调戏柳如烟 跟上一是一模一样的套路 看到这三个人在夜色里出现 我心里暗叹一声 蛊惑仔就是蛊惑仔 用脑只能用到路径依赖 但这一次 三个人过来挑衅 我的态度却截然不同 哎呦 这不是年级第一 跟我们搬搬花吗 怎么这么晚才走 是不是在搬机里干坏事呢 我看向 别说 这小子看着老实 还是个色批 我们搬花这小胸脯 一看就久经沙场了 我也想检查检查 哈哈哈哈 好了 一样的台词 这下压力给到了我这边 柳如烟满脸羞红地看着我 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非常坦诚地说 三位大哥放过我们俩吧 我在这给三位鞠躬了 全场都猛了 顺便我还提醒柳如烟 你为什么不跟我一起 给大哥们赔礼道歉 你看我们俩放学晚点 给人家造成多少不必要的误会 三人中的胖子 对另外俩人说 这小子是不是真有病啊 哪个正常人 能在这时候 说出这种话来 举拳难打笑脸人 我也知道 梁飞本来就是奔着柳如烟来的 这三个马仔 就不可能敢飞里柳如烟 所以他们完全没有能威胁我的手段 这三人的本意 是我一发怒 就打我一顿 然后让我学狗叫 吓我的面子 让柳如烟觉得我很耸 从而爱上强势的梁飞 那还飞这是干啥 我巴不得他俩有事呢 所以我咳嗽一声 是不是飞哥安排你们来的 但我相信不是 虽然你们是梁飞的手下 但飞哥这人一波云天 对同学都是很爱护的 干不出这事 飞哥 你快救救我吧 眼看我声音越来越大 梁飞赶紧出来了 教训这三个人一顿 还安慰了柳如烟 飞哥 多谢你及时出来 你要是不出来 我跟柳如烟两个人的争操 就不保了 柳如烟听着又气又怒 你在胡说什么 梁飞看到我这么怂 跟那天在网吧判若两人 有点拿不定主意 但还是虚伪的跟我客套了几句 就骂骂咧咧的带着马仔们离开了 柳如烟走的时候问 你为什么不保护我 爱 女人 我上辈子为了保护你 学狗叫 最后你瞧不起我 我这辈子不保护你 让你给人道歉 最后你还是瞧不起我 这么一算 我上辈子那狗叫等于是白学 我理直气壮的说 如烟啊 君子不吃眼前亏的道理 你都不懂 我保护你了 我们俩不都有事吗 以何为贵 现在咱俩都没事 多好 飞哥还真实地讲一起的人 我要是女的 我肯定爱上他了 柳如烟白了我一眼 快不走了 回家以后 我想起刚才的事情 忍不住笑了 马上就到了市长 来考察的日子了 梁飞啊梁飞 你可不能让我失望 说着 我打电话给一个叫周玉的记者 周姐姐 我就是上周跟您汇报校园霸凌事件的小高 对 我说的事情 马上就要发生了 做个大新闻吧 一定能收视率飙升 幸好 时间线虽然错乱了 但梁飞的脑回路还是没变 她还是想继续试探我 羞辱我 所以又重演了让我脱校服的一幕 我边看表 边跟梁飞扯皮 怎么 让你脱校服 你聋了 我一看时间 差不多了 往远一看 市长那辆专车已经要过马路了 飞哥 我可以把校服给你 但能不能有个非常小的请求 我切声地问道 梁飞对我这个态度很受用 吸了一口烟 什么事 我想跟你妈睡一觉 我无比诚恳地说出了这句话 全场愣了三秒 然后梁飞就恼羞成怒 抄起了旁边小吃部的折凳要打我 我一路追 一路喊 校园霸凌啊 梁副区长的儿子搞校园霸凌 我没有活路了 让我死吧 说着我就往市长那辆车上撞 结果 马上被在一旁蹲守许久的刘波栏下 你这是干什么 虽然梁副区长的儿子天天欺负你 还拿开水烫你 还对你性骚扰 但什么也不如命中药啊 梁飞在一旁大骂刘波 你少他妈的放屁 我什么时候性骚扰他了 这时候 赵市长从车里下来 一脸阴沉 你是梁学军的儿子 刘波在一旁补充 后的 赵市长没有李刘波 而是怒斥梁飞 你是干部家庭的孩子 结果在学校大张旗鼓地搞霸凌 这传出去影响的不止是你一家 政府部门的微信 也都被你这种白类给丢光了 正在这时候 周玉带着摄像人员冲了过来 赵市长 我们早就得到消息 这个梁副区长的儿子在学校搞校园霸凌 刚才的全程已经都记录下来了 今天准备上市台的晚间新闻 赵市长脸色铁青 这是你们的事 跟我无关 你要曝光就曝光 反正这个问题我一定要严肃处理 一听到严肃处理 我知道这事儿八九不离十了 因为如果没有媒体记者在旁边 梁飞的爹或许还有一线生机 但这件事本身就与其他官员立一步挨着 一旦捅上明面 除了过命的利益牵扯 没人会保他 从赵市长对梁飞的态度来看 很明显 梁飞的继父跟赵市长并不是同一条心 梁飞一向飞扬跋扈 但看到市长怒斥自己 还说要严肃处理自己的继父 马上就软了 市长 我闹着玩的 我直接打断他的话 市长 梁飞前几天还用热水浇我 我还拍了照片 你看 说吧把自己之前特意拍出来的照片递给赵市长 梁飞一看我这连照片都随身携带 一下就明白了 这其实是蓄谋已久的 可此时已经不敢再说话 随着这件事上了新闻 赵市长为了撇清跟梁飞区长的关系 下令相关部门对他一家进行大查 特查 要狂风扫落叶地进行反贪 反霸凌整治行动 由此 梁飞被勒令开除 而在纠查过程中 发现他继父在一项驱离基建的款项中不清不楚 直接就被双归了 梁飞离校那天 我站在学校大门送别他 带着一缕微笑 我从梁飞院读的眼神里 看得出 他想报复 而梁飞是否能明白我为什么笑呢 我笑不是因为我成功了 是想告诉他这只是个开始 这之后 梁飞的报复行动就开始了 他一直觉得我最在意的是柳如烟 加上他本来就对柳如烟有意思 所以 他再一次成功地勾引了柳如烟 这里面我其实没起到什么作用 我最大的推动就是我不再考虑柳如烟的感受了 以前他有什么不开心 我都会听他倾诉 他生理期我会给他买热豆浆 他看上什么礼物 我就攒钱给他买 现在我就是想搭理他就说几句 不想了就随时走人 我才知道 原来不用顾及一个人的感受 是这么爽的事情 而梁飞在门口骑着个摩托接他 那摩托看来也能值十几万 看来虽然他爸被停职了 但烂船也有三分病 怎么也还是比一般人强 我每次看到他来接柳如烟 口头上总是暴躁地吼他 让他不要跟这样的人在一起 我知道 柳如烟这样一来就更会对我反感的 我还经常造谣 说很幼稚的谎言 讲梁飞其实杀过人 而且还是个大毒枭 甚至还是个日本特务 人就是这样 你撒一些很拙劣的谎言以后 对方一旦戳穿 就会觉得跟你站在完全对立面 你告诉一个笨蛋 一加一不是等于三 而是等于两千五 当笨蛋不相信两千五这个答案的时候 他会默认三才是正确答案 柳如烟本来就是个涉事未深的恋爱脑 当然不懂这些 终于 他说出了我最想听的话 我不是事实都要你管的 就这样 我边玩边学 以全班考试第十一名的成绩 度过了我的高二生涯 在期末考试出成绩的时候 我正在家玩游戏 我妈开完家长会 鼻子不是鼻子 脸不是脸的走了进来 很严肃的问我 高秋 你这学习是怎么搞的 你怎么成这样啊 我连头也没回 这不是考到中等篇上了吗 还要怎么样 求全必定置残 我妈彻底被我激怒了 把我的凳子一转 对我大吼 我天天辛辛苦苦的考串 就是为了让你能读个好大学 以后挣大钱 别跟你爸似的 你现在这么跟我说话 我笑了笑 知道已经够时间了 你以后不用考串了 你去看一看书架后面那个首饰盒 我把你的首饰全卖了 我妈完全不可置信 但看我丝毫没有开玩笑的意思 还是去看了一下 一打开才发现 盒子是空的 她陷入了癫狂的状态 大骂我 高秋 你怎么学会偷东西了 你是不是要把我气死你才高兴 因为我把你那些钱翻了五百倍 没错 在前一天 我已经把虚拟币都卖了 钱全在我妈的卡上 于是我不管我妈的发疯 直接强硬地拉着她 去了楼下的ATM 插入卡 输入密码 当ATM上出现了八位数的金额时 我妈傻了 我抽出卡 拍了拍她的肩膀 我们上楼说 上楼以后 我跟我妈讲了 我是如何炒虚拟币 赢得暴利的 我妈只是个普通的劳动妇女 根本不懂虚拟币这个东西 事实上 这件事也是两三年后 才被更多普通人知道 那你现在有这么多钱 你想干什么 我妈突然变得有点虚弱无力 我知道 这是因为她失去了 对自己一手呆大的儿子的掌控 人失去掌控 会变得恐惧 妈 这里面有两千万 是我孝敬您的 另外的五百万 我自己拿去做我自己的事情 从今以后 我不会再听您的话 您也不要给我意见 因为我不需要您的意见 我知道我这么说有些过分 但这是我憋了很久的话 我妈事事都是为我好 但一个人本意是好的 并不能保证结果是好的 事实上 正是她长期的错误教育 我上辈子才活得这么惨 我妈听到这话果然生气了 你这叫什么话 你是我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 哦 你不知道从哪炒股票赌博 赚来了钱 所以以后我就得叫你妈了 我冷冷地看着我妈发火 不发一言 在她说完以后 我起身在桌上拿了一把水果刀 妈 我是你儿子 但这些年来我过得并不开心 你也丝毫不了解我 不知道我这么多年受了什么样的委屈 我也委屈 你也委屈 这样吧 如果你不答应 我现在就把钱全都给你 然后跟你断绝母子关系 两千五百万 让你给我的规划 做个高管 我干一辈子也赚不来这么多钱 也算是报答您的养育之恩 要么您就听我的 以后这个家我说了算 你不要再问为什么 或者 我把水果刀递给我妈 你现在一刀把我捅死 这样起码在你捅死我之前这一秒 你还是有个听话的儿子 我全程说这个话的时候 面臣似水 丝毫没有任何温情可言 我妈手有点哆嗦 水果刀直接掉到了地上 我看出她很害怕 所以再下一程 捡起水果刀 要不我自己捅我一刀 我妈彻底崩溃了 马上把刀抢过来丢得远远的 儿子 妈的钱都是你的 你别离开妈就行 以后妈再也不说了 你别吓妈 行吗 我心里有些畅快 又有些心酸 畅快的是 我被妈妈压抑管制了这么多年 第一次看她这么弱势地恳求我 心酸的是 我似乎已经全无上一世那种真挚的情感 连对妈妈都要搞博弈 我知道她最怕什么 就用什么事情来吓唬她 妈 我知道这样不好 但儿子没办法 这个年代 好人没出路 这话我自己在心里默默地说着 其实这也是原生家庭 父母太过强势的悲剧 因为父母的眼界有时候并不宽 所以会做出很多错误的判断 影响自己的孩子 我想 如果不是因为这种错误的教育 我上一世不会那么惨 甚至 这不只是梁飞跟柳如烟两个畜生的问题 如果妈妈的教育方式一直如此 哪怕我不遇到梁飞 也会遇到张飞 刘飞 王飞 做提家的原罪 并理在黄毛 并造是家庭教育 回到屋子里 我仔细盘算 下一步 就该到了梁飞跟柳如烟 第一次分手的时候了 又过了几天 柳如烟真的给我打电话 她果然怀孕了 而此时 梁飞的妈要带着梁飞移民 说是移民 其实就是趁着还没判梁飞继父的空档 把家里的钱转出去 而柳如烟此时跟她说了这件事 又一次激怒了梁飞 认为柳如烟是在故意找事 要拖住她 所以她把柳如烟 打得比上一次还严重 而柳如烟这次求我 其实本来没有抱什么希望 毕竟这一事 我跟柳如烟 已经属于闹得太不愉快了 所以她其实只是希望管我借点钱 毕竟她手里的钱 可能不够做人流的 但我却大方地表示陪她去 柳如烟很惊讶 也很感动 在去医院的过程中 我跟她闲聊 说了一大堆爹味又肉麻的话 你这次跟梁飞未婚先孕 难道不觉得对不起叔叔阿姨吗 如烟 我劝你早日迷途知返 你才十六岁 还有大好的前途 梁飞这个王八蛋 我一定不会放过她的 如烟 放心 我们好好学习 以后一定会有机会的 临走的时候 我把化验单跟手术单都带走了 柳如烟说扔掉 我表示反对 万一你这段时间有什么不妥 还需要去找医院 这是个凭据 你装好就行了 送她回家的时候 她家人还都没下班 我进去坐了一会 去了趟厕所 顺便把我扣在手上的 写有姓名年龄的人流手术单 轻飘飘地滑到了柳如烟父母的卧室 回到家里 我一身松态 妈妈看我这么高兴 凑过来问 儿子 我准备给咱家买个新房子 你说咋样 我摆了摆手 都说了 你不管我 那我孝敬你的钱 我还管你怎么花 别被骗了就好 正好换个房子 也住得舒服点 这个房子可以拿出去收租 这话说得正合我妈的心意 这两天 她虽然受到了我的批误 但其实心情比以往好了太多 也不再像过去那样严厉了 虽然还是劝我好好学习 但也是点到极致 我合计啊 在好的学区旁边买个房子 这样以后你跟如烟 刚说到这里 突然有人框框砸门 一开门 竟然是柳如烟的父母 怒气冲冲地站在门口 身后跟着柳如烟 大嫂子 这是怎么回事 柳如烟的爸 直接把手术单丢到了我妈手上 大嫂子 我们跟你家不革心 两个孩子青梅竹马 以后成亲家 这也是我喝多了说过的 但现在才十六 十六岁的孩子 做人流 这事情你不给个交代 咱们两家没完 我妈一听傻了 但我倒是一下子明白了 柳如烟啊柳如烟 你确实是 咳着我一个羊 薅羊毛 我把你的手术单 放在你爸卧室 让你爸知道 你做了人流 我只是想让他打你一顿 缴获缴获你家 但你直接把屎盆子 扣我脑袋上 这样一来 我还白口默辩了 可惜 我不是那么好相遇的人 于是我十分悲伤地 叹了一口气 叔叔阿姨 我理解你们的愤怒 但孩子真不是我的 大嫂子 这是你家儿子说的话 他做了这么没良心的事 不承认 柳如烟的爸 几乎要打我 被柳如烟拦下了 说吧 我直接拿出手机 点开录音 你这次跟梁飞未婚先孕 难道不觉得对不起 叔叔阿姨吗 如烟 我劝你早日迷途知返 你才十六岁 还有大好的前途 梁飞这个王八蛋 我一定不会放过他的 如烟 放心 我们好好学习 以后一定会有机会的 包括柳如烟在内 在场的四个人都傻了 叔叔阿姨 我本来不想说 但我不能让你们误会我 我不是个坏孩子 我之所以录音 就是因为我觉得是一个警醒 我得录下来 让如烟知道 那个梁飞多么的不是人 但没想到他竟然这么说 柳如烟的父亲气得面色通红 反手直接扇了柳如烟两个耳光 啪啪作响 我妈跟柳如烟的妈都拦着 但柳如烟她爸还是愤怒难消 又踹了一脚 柳如烟被踹开老远 边哭边往远处跑去 我连忙去追 追到柳如烟以后 我安慰说 如烟 我是不是做的有什么不对啊 我可能是因为太爱你了 我是不是不该给叔叔阿姨放录音 柳如烟看我不知道是真傻 还是假傻的样子 也有点猛了 但被父母殴打的恨意 也转到了我身上 我看得出 他现在觉得我是个傻逼 但同时又有时特别能规避风险 我再下一程 如烟 虽然你跟街溜子上床 虽然你不分好歹 虽然你已经是残花败柳了 虽然你打了孩子 虽然你让我背锅 但这一切都不如我爱你来的重要啊 如烟 我爱你 柳如烟彻底崩溃了 直接大骂我有病 哭着跑开了 我在黑夜里强忍着笑意 用他能听到的声音大喊 为什么 为什么要离开我 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爱一个人有罪吗 等柳如烟彻底跑远了 我一身轻松 去便利店买了包烟 抽了口烟 我坐在公园长椅上想 这件事还没算完 我给刘伯打了个电话 让你找的人找到没有 事成之后 给他五万 刘伯 放心吧 我都铺平电吻了 这两三天的事 好 我抽着烟看着夜色 想到梁飞的样子 呵呵 想一鸣 我不可能让你这么简单就跑 我让你死都死在祖国大陆 经过我的细心教导 刘伯最近已经彻底想开了 从上辈子的偶尔陶学 抄作业 进化到了天天泡酒吧 这倒不是我坑他 因为他上辈子上的是个大专 出来给人做美工 天天被领导骂 月薪只有三千 而我答应他 光是现在就可以给他月薪三千 现在是三千 等别人上大专的时候 你给我当保镖跟司机 我给你月薪三万 这是我对刘伯说的 也是我的心里话 因为刘伯是真把我当好兄弟 我这辈子发达了 不能亏了我兄弟 刘伯也真信了 这倒不是因为他傻 虽然三万的事情是没赢的 但三千他确实拿到手了 对高中生来说 这是比不少的钱 同时 我还花两万块钱 买了个现在看来 平平无奇的域名 是从一个做网站的人手上得来的 我骗他说 这个网站名字的缩写 恰好是我女朋友的名字缩写 但我是个学生党 也没什么钱 省吃俭用攒了两万块钱 希望买这个给女朋友作为生日礼物 给她的惊喜 对方就答应了 我知道 半年后 一家同名电商公司正式成立 这个域名在上一世 将会以五千万的价格成交 这样一来 再加上我对于上一世世界杯的记忆 最后总资产过意不是问题 全靠投机 这次梁飞要走 刘伯在酒吧 夜场天天混迹 也有了收获 他听我的吩咐 给了梁飞一个吸毒的朋友五万块钱 对方答应晚上跟梁飞回家 然后我们随时打电话举报 真没想到 五万块钱 他还得背个案底 拘留七天 这事情也有人肯干 刘伯对此觉得不可思议 我哈哈大笑 我给五万就是因为希望这事顺利一点 这种人毫无意气 你给五千多了不得的干 果然 在我给刘伯交代这件事的第二天晚上 当地民警得到热心群众举报 有人在某处高档小区里 稀释K粉 被行政拘留七天 同时容留者梁某 由于犯了容留他人吸毒罪 祸刑一年 梁飞这一年彻底出不来了 他跟他妈的如意算盘 想跑到国外的计划 算是彻底泡汤了 我收到消息以后 哈哈大笑 开了一罐啤酒 对刘伯说 老子这也算是为反贪 立下了汗马功劳 刘伯也喝了一罐 但是很不理解 高秋 你都拿学来的这些损招 太毒了 没多久 梁飞的继父也由于滥用职权 贪污受贿 祸刑八年 全家只有他妈转移了部分资产 离开了中国避风头 这一年当中 我学习虽然没什么进展 但是钱倒是赚到了 那家电商公司成功上市 在我这购买了域名 我从中获利了七千万 本来还想着别给人吓跑 所以先喊了个高价 对方说要滑价 我马上就往下降 没想到对方一口硬成了 果然是大公司 现在我手上已经有 尽异的资产 总得干点什么 于是我开了一个小的自媒体公司 哪个平台up刚起步 就在这个平台雇人做号 这当然不只是由于赚钱 还在培养自己的舆论优势 经过了半年 投了三百万在各大平台 扶持了一些大力从无到有 现在我的MCN机构 已经有后世二十余名大V的经济权 当然 学习上确实不行 靠着上一师的记忆 耍耍小聪明 只上了的三本 跟当年有一定差距 柳如烟经过上次做人流 被父母发现的事情 他爸把他看得很严 没事不让他出去 所以学习很努力 竟然高考成绩比我好 真他妈的没有天理 不过我跟柳如烟 还保持着联系 时不时会买个首饰给他 动辄五千八千 假装嘘寒问满 弄得柳如烟一时间 不知道我到底是真爱他 还是在耍他玩 只能跟我有一搭没一搭的扯着 这不是因为我喜欢他 我是在等着梁妃出狱 亲自把柳如烟交给他 果然 有一次我主动约柳如烟出来 就在身后见到了出狱的梁妃 他从监狱出来 发型变了 人也更瘦了 眼神明显透露出怨毒 我知道他为什么这么恨我 因为我已经通过刘波 散出风趣 让梁妃知道 当年把他送进去的事情 就是我干的 刘波这一年 在流氓圈子里 收集了不少人脉 所以梁妃一有消息 马上就通知我 我甚至知道他住在哪 所以根本不是他偶遇我 是我恰好给他偶遇 更重要的是 我也知道 他现在靠正规渠道出国 根本办不下来 所以想直接偷渡走线 去加拿大跟亲妈会合 而梁妃既然要走线 在他离开之前 自然是想把害的他一生 都毁掉的罪魁祸首给杀了 可惜 这里是闹市区 所以梁妃不敢对我做什么 只是瞪我一眼 说 我不会放过你 我握了握柳如烟的手 然后对梁妃笑了一下 我等着 尾声 从与梁妃重遇开始 我变得疑神疑鬼 专门挑小事 跟柳如烟发脾气 柳如烟本来就对梁妃 于情未了 这么一来就更加恨我了 也更加想念梁妃 而我还花钱找人 监控了柳如烟的手机 果不其然 发现这之后的一个月里 柳如烟跟梁妃又勾搭到了一起 两人的如意算盘打得很好 一起去加拿大投奔他妈 梁妃还信誓旦旦的说 他妈带走了起码三亿的资产 到时候足够他们一家生活的十分优越 虽然我不知道 柳如烟的智商 为什么会如此致敌 但这的确是给了我很大的便利 也许这就是真爱吧 当然 也可能与钱有关 因为我从没告诉过柳如烟 我现在已经有起码一亿的现金 但我在梁妃跟柳如烟的对话里 也看到梁妃对他表态 在走之前 梁妃一定要亲自杀了我 才能一消心头之恨 柳如烟一开始挤进劝阻魏国 我又特意找了两次茬 让柳如烟越发讨厌我 终于 柳如烟答应了梁妃的请求 这天 我被柳如烟带到了一个暗像 这时候 我已经从脚下的影子 看到了梁妃就在后面 甚至一点都没慌张 而是直接大方转过头 对梁妃打招呼 你好 梁妃跟柳如烟都猛了 因为柳如烟做这件事 只是因为他太想跟梁妃离开中国 而梁妃虽然想杀了我 但看到我反而不慌张 慌张的那个就变成了他 我根本没理他 而是对柳如烟说 如烟 谢谢你 你知道我一直恨梁妃 所以把他引来这里 让他袭击我 我好有个名正言顺的理由杀他 这样还算正当防卫 算他白死 不愧是你 说吧我亲了柳如烟一下 压根当梁妃不存在 梁妃恼羞成怒 大骂柳如烟 你这个婊子 你他妈的骗我 柳如烟白口莫辩 正在这时候 我说 我告诉你 你想怎么伤害我都行 但就是不能伤害如烟 他比我的命都重要 梁妃此时感觉到自己被背叛 怒火更盛 直接就掏出尖刀 要刺我 我拉着柳如烟的手 躲在了柳如烟身后 柳如烟的心口 正好撞在他的刀尖上 梁妃看刺中的是柳如烟 本来有些错愕 但想到我刚才说的话 猙獰地笑了 你不是不想柳如烟死吗 老子捅死他 说着又捅了柳如烟三刀 柳如烟口吐鲜血 对梁妃说 我 我没有 我趁机绕到了梁妃身后 踢中了梁妃的后膝 夺过了刀 一刀捅在了他的下体 梁妃下体被刺 一阵剧痛 啊的一声 直接痛晕过去了 柳如烟正在那里流血不止 我看了看小巷 电线杆旁边的摄像头 特意用极其浮夸的方式 扑到了柳如烟的身旁大哭 但摄像头露不到我的声音 只能看到背面 我的正脸 则盯着柳如烟 对他笑 我握住了柳如烟的手 说 婊子 我有无数的机会害死你 但我没有 因为我就是在等 我要借着你拼子的手 让他把你捅死 看着柳如烟颤躲而绝望的表情 我温柔地说 一路平安 柳如烟断气了 事后 警察赶了过来 经过监控 看得出我躲在柳如烟背后 也是情急之下的避险反应 而梁妃则由于故意杀人罪 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 另外下体受了严重伤害 以后丧失了生育功能 但法院考虑到我是出于情急 而且只捅了一刀 因此只能算是正当防卫 与此同时 我养的自媒体大号们纷纷发声 认为这是一个没落官二代 对于草根学生的疯狂报复 我一时间竟然成了反杀的英雄 虽然梁妃在公安局口口声声说 这是我跟柳如烟的密谋 但毫无证据 这案子很快就得到了了结 走出警察局的当天晚上 刘伯来接我 跟我说 老高 你刚才太冒险了 我们在旁边那条街 埋伏的十个人 多怕你真打不过梁妃 让人捅一刀 我说 这事情我练习了太久了 熟能生巧 你练了多久 我算了算 从我上辈子第一次见到梁妃 再到我之后 死在柳如烟的手上 十年 刘伯喃喃自语 八岁就开始学捅人 你真狠 我哈哈大笑 点了一根烟 说 以后每一天都是好的 这事情你办得很好 明年世界杯 带你发一笔横财 我们说着 走到了一家店面门口 这店面我记得我上一世 跟柳如烟曾进去吃过饭 在这店面门口的镜子旁 我驻足观看 发现 自己已经变成了当初 那个镜中人的模样 一时间 我想到了自己这三年的经历 让柳如烟死在了爱人的手上 死不瞑目 让梁妃成了太监 后半辈子在牢里度过 让刘伯成了个真正的流氓 让母亲在我面前变得唯唯诺诺 让柳如烟的父母成了孤寡老人 伤害我的得到了报应 但被我改变命运的人 他们又是否快乐 我看着那张力气深重的脸 不知该如何回答 全文完 或者是否在买几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